小好的世界有大大的妙用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广小小日记 那这个硫磺皂相信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我们家里面应该都会有硫磺皂 而且它特别便宜 只要两块钱一块就可以从超市买到 它一般呢放在超市的最下面 那我们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这个硫磺皂啊其实有很多的妙用 大家知不知道呢 那今天跟着小小一起来了解一下 硫磺皂到底有哪些妙用吧 那我们说一下硫磺皂的第一个作用啊 就是蓄豆 很多我啊都非常喜欢熬夜 那这个熬夜的话呢很容易长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一碗清水 然后用这个硫磺皂往清水里蘸一蘸 那蘸湿之后我们就可以涂抹在有豆豆的地方 主要是因为啊硫磺皂的成分呢是 烧鸡和硫磺心 这样就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所以啊我们洗脸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硫磺皂洗一洗 这样就能把豆豆里面的细菌给杀死了 那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硫磺皂的第二个妙用 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很容易在衣服上 粘上油污 那这个时候不要担心 我们就可以用硫磺皂把这个油污给去除掉 把它浸泡在水里 浸泡之后呢我们在这个有油污的地方打上硫磺皂 大家都知道这个硫磺皂呢具有控油去油的效果啊 除了用来洗脸之外还可以去除衣服上的油脂 那接下来我们只要搓一搓 在有油污的地方啊搓一搓 你搓一搓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浸泡在水里看一下效果 把硫磺皂的第三个妙用呢还可以去除墙上的笔记 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呀 孩子非常喜欢乱写烂画 那不一会儿啊可能就把墙上画的乱七八糟 这时候啊就可以用硫磺皂给它去除掉 首先呢拿着硫磺皂在有笔记的地方 我们把这个笔记的这一块给它涂上硫磺皂 我们让硫磺皂在笔记上静置三到五分钟 然后准备一块湿抹布把它擦掉 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就能轻轻松松的去除掉了 那除了以上几个妙用之外啊 硫磺皂呢还可以用来洗头发 它的控油效果和杀菌效果啊是比较明显的啊 它一般比这个洗发水呢刺激性更强一些 所以啊有些朋友们可能选择用这个硫磺皂洗头 但是呢如果这个头发出油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建议大家还是少用这个硫磺皂 因为它的刺激性比较强 长时间呢就导致我们的头皮变得很干燥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小小小的时间给大家的妙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j!!!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